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有例行检查系统里都会设定提醒 李主任忘不了 你跟李主任也不是第一天认识了 我帮你转间 你们自己说吧 阿克扫医院 为生命更好的未来 电话来得真刚好 你还有十秒就过好了 不急 你还有五秒 三 二 恭喜你赶上了 总是压线抵达 是你新觉醒的疑问吗 小元说你今天早上五点落地凌空 七点就做进诊疗室了 他对你真是知悟不言 说是度假 其实是去吉地 研究你那个神秘的专案了吧 请患者不要私自打探医生的隐私 报告 最近的作息都规律吗 差不多吧 差不多 考核一场接着一场 就熬夜了几天 把医嘱当耳边风 我看你今天也只是来跑流程而已 过来 坐这里 听诊 我心脏有星河碎片 也不是一两天的事了 连老院长当年都说我非常健康 而且都十四年了 要出问题 是要你别说话 不是别呼吸 那神的表情好严肃 难道真的有什么不对劲 不对 一定是因为他天生臭脸 帮谁看病都是这个表情吗 心薄过宿 又受到什么刺激了 是你听错了吧 好 我承认 刚才我是有点紧张 但我一看医生就浑身不对劲 你的过敏源倒是很独特 我的情况怎么样 心率不整 枣薄 杂音 这些 这些都有 会担心 还硬要去当猎人 想笑就笑好了 反正你也知道我当猎人是为了什么 没有笑你 在伟大的猎人的保护下 现在凌空是很安全 安全 那还不一定 说不定伟大的黎医生哪天遇到危险 救你的猎人就是我了 想要我欠你人情 就在工作时保持头脑清醒 我并不想看到 从你们救援直升机上送下来的人 是你